底层的圈子就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 我一直鼓励大家远离底层的圈子 底层的穷人 主动去隔离垃圾的人与世 那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 物质的极度贫乏会加剧精神的贫乏 进而导致这个人的一切注意力 聚焦的事情都会落在不好的事情上 都会落在负能量的事情上 而一旦他们变得有钱了 他们就会疯狂打脸 推翻之前的一切 会无休止地接近他们之前所谩骂 所讨厌的事物 穷人开始觉醒 取得一些成绩后 都会经历这个过程 谁也逃不掉的 其实底层的圈子 就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 那么到底何为黑白颠倒呢?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所有他们以为的 他们看到的与实际的真相都是相反的 我这样说你理解起来有些吃力 那么我今天来简单举几个例子 各种概念 传统观念的深入影响 上面的人通过不断制造各种观点 概念 底层人被反复失恼 吸收并执行这些概念和观点 尤其是传统文化中的二家文化 他强调遵守各种规矩 本质是限制普通人 让大众按照既定的方式 维护天下这个盘子稳定地运营下去 你如果出身底层 还陷入到这种评价体系中 那么你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为什么说人言可畏 就是当身边的人都认可 相信 即使那些东西是错的 也变成了规念 这些观念会成为你肩上的大山 把你绑架起来 然后你这一辈子就不为自己而活了 而是为了父母 为了家庭 为了社会而活 或者说你的一切努力拼搏的目的 就是为了获得一个外界的认可的评价 就好像想子拼尽全力 总是想买一辆自己的黄包车 也就是说 你一辈子活在别人的嘴里 活在别人的眼光中 这时你就被外界所努力了 如果你在底层的话 你可以静下来想想 底层那些人是不是这样的 他们逼着你跟一个你并不喜欢的人结婚 逼着你做一份你不喜欢的工作 并且还告诉你 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我们也是为你好 最重要的是 他们还会对你说 你三十多岁 不结婚 不生孩子 别人都戳我们几两股 大家都以为你拖着不结婚是身体有问题 或者是太差劲了 找不到对象 等你以后老了怎么办 我们走得都不安心 他们还会说 你看上班多好 汗烙饱收 稳定才是王道 你到了单位一定要有眼力见 请快点 听领导话 然后好好掌心升职 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不上班 或者去自己干点事业 就是大逆不道 或者是不务正业 因为他们会觉得 那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 想都不敢想 你要是和他们说 自己不想上班了 想要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 或者自主创业的话 那么你的阻力就会变得特别大 而他们呢 一想到你会被周围人议论 一听到你不上班了 他们就会开始恐惧 进而毅然决然地 把这份恐惧强行加到你的头上 把你拉回到原来贫困的那种状态中 然后再用他们那陈旧的思维 再唧里咕噜地说一堆垃圾话PUA你 所以当你还是个穷鬼的话 你的内心有很多积极的想法 记得千万不要说出来 自己按按去做就可以了 也不要问周围底层的熟人行不行 问就是不行 还有就是你那个蠢脑子里 就不要有那么多的规矩 观念了 这些就是紧箍咒 都是设计出来制约你 让你无法翻身的 经常看我文章的老板 要是非常厉害的话 你知道座庄设局的重要性 如果你是受益者 那你可以去推崇他 因为信奉这一套规则的人也多 给你上供的人就越多 你就能赚得盆满钵满 反过来 如果你就是一个底层的骆驼巷子 脑子依然浑浑噩噩 傻乎乎地去坚信这种糟粕文化 那你这辈子基本就没有出头之日了 认真努力地做个老师的老黄牛 辛苦耕耘 结束你的一生即可 底层的教育 不管是在学校 还是穷人的父母 打你出生开始 都在教你如何做一个更好的社畜 如果你偏离了打工者的轨道 他们会不辞辛苦地把你拉回那所谓的正轨 原生家庭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 我用人那么多年之后就反思和有个感触 学校能教你的东西 连都不到都是你爸妈教你的 两个刚刚进入社会的新手 刚进到社会时 老辣的人惊以看这俩菜鸟 就能看到十年后 你以为俩人是同龄人 是同学 其实不是的 一个已经被父母教了二十几年 另一个真实白纸 甚至画满了不合时宜 后者要四处碰壁 遍体鳞伤后 走过很多弯路后 要是遇不到机遇和贵人 几乎不可能在中年之前有所觉悟 而前者在家族背景能力的加持下 往往走得顺风顺水 而且很多底层圈子的教育都是一个幌子 很多事都是在唯利是图 这种情况下 穷人父母即使倾尽自己权利 也是无用功 是无果的自讨苦吃和内卷而已 孩子最终就是炮灰 就像我之前聊到的一个例子 孩子要升学了 成绩不理想 被班主任用打压 劝说等方式让让其不要参加中考 直接分流去计效吧 后来才发现 不只是他家的孩子 很多所谓的分数不高的孩子 都遇到了这个情况 原因也很简单 比较差的孩子不参加中考 就会变相提高学校的升学率 班主任介绍一个孩子去某个技校 班主任会获得一定额度的辛苦费 而那些技校的学费 高得离谱 一年就要好几个W 说白了 很多所谓的坏孩子 他们的原生家庭都是最底层的 而那些人利用必须上学 学好一门手艺 更好就业这些概念 收割了不少底层家庭 而父母和孩子要是真信以为真 去了技校 又有几个能不受环境影响 静下心去认真学东西呢 未来毕业之后 又有几个能真的去找一份对口的工作呢 即使开始工作了 又有几个能拿到稳定的高薪呢 人生的差距就是在这些错误的观念中 被无限放大和拉大 最后自己三十好几了 还干着苦呵呵的工作 这时才发现自己的人生 已经与那些自由职业者和老板 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婚配问题 前阵子彩礼被国家出手干预的问题 上了热搜 其实大家都知道 越穷的地方 结婚的成本反而越高 而越发达越有钱的地方 人们的意识和思想开明 结婚反倒没有那么多要求和成本 在很多落后地区的农村 穷男人们 甚至有花上几十万去国外讨老婆的现象 也就说彩礼最少要起 再高的甚至有开价过百万的 而且在当地县城还得买车 买房 还不能有贷款 这就是贫穷地区成年试婚 穷男人的婚配成本 可婚配的真相是什么呢 这个世界上的择偶真相永远是 站在头部的男人可以得到女人 而剩下的底层男人只是女人们的被选项 说得在扎心点 女性压根就不会考虑到她们 也就是说最上层的男人是一点都不缺女人的 别说底层男人费尽心思主动出击 找女人都找不到 顶层男人压根就不用出手 就有成千上万的女人等着现殷勤 这个时候我知道有些人开始讽刺我 这是狗屁真理 因为他们以为能力最重要 年轻的时候努力奋斗才是正道 可实际上你去统计一下 那些小白脸 小鲜肉的后代都是些什么样的 去看看那些大老板 大富豪的子女都是些什么货色 为什么说智商是遗传的呢 你要是真信了 去看看那些家族企业都是些什么人在继承 我就不信你敢跟我说 那些家族企业的人智商都是高的 都是靠努力奋斗赚来的 所以我就一直鼓励大家 想找到一个真正爱你的女人 那就拼命地把自己打造成一个顶级男人 然后在顶级男人里面选择 这是追求成功率最高的 至于底层圈子的男人 结婚对他们来说 不过是一个套路而已 而在我之前的文章中 我也提到过 女人的钱 不是她自己的钱 是男人的钱 这种男女比例失调的情况下 我们只能接受这个现实 或者说通过自己的努力 向上爬